寶导报道我来报告 我是报告人游子祥 我们常常参与台湾政治活动 或是参与一些政论节目的人 认识的郭正亮 他就是一直是民进党里面 我们认为很有智慧 而且是开明派的人 结果这几天出现一个消息 说郭正亮要退出民进党了 他是自己宣布的 据说是有人跟民进党的党部 检举说郭正亮有问题 伤害民进党的党域 各位要知道 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民进党就是在铺垫 他就是要开除郭正亮了 那郭正亮等你开除我吗 我就主动宣布退党 然后他发表一个声明 声明里面并没有痛骂民进党 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不必骂你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郭正亮不但不骂民进党 他还对民进党的同志有所期许 你们不要忘了当初的理想 结果他发表声明说要离开之后 民进党连演都不演一下 连个未留的动作都没有 而且民进党的发言人还出来说 这个郭正亮是明显的造谣扭曲 这个很多的言论 然后一再的诋毁民进党 说他抹黑民进党的同志 严重破坏党域 什么意思 就是你快走不送 你看这什么态度 郭正亮是什么人呢 他在民进党资历是蛮深的 他过去还做过民进党的文宣部的主任 而且在陈水扁任内 他就很受倚重 当时还很多民进党的人认为 他就是民进党的军师 我们知道陈水扁成了贪腐集团了 然后郭正亮是民进党里面 比较有良心的人 你明明自己贪污 还不许有良心的人监督你 说他们吃里扒外 被打成了十一寇 所以当时郭正亮就是十一寇之一 后来他虽然还做了民进党的 不分区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可是卸任之后 他就投入台湾的政论节目 那因为他一直是民进党的清流 然后民进党越走越偏 你想他在节目里 他自己是个理性思考 独立思考 而且一直是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人 你民进党越走越偏 他在节目里能不骂你吗 所以很多民进党的人就认为 郭正亮你怎么是我的党员 一直在节目里骂我呢 他们忘记了 过去的民进党是能容纳这种反省的声音的 那郭正亮到底骂了什么呢 第一民进党硬是把台湾跟他意见不同的中天电视台给关了 那这个就是跟民进党的创党理想 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是矛盾的嘛 这个郭正亮不能骂吗 郭正亮批的是非常激烈的 第二你民进党越来越贪腐 大家发现好多黑金的人物都跟民进党当局有关 这个不能骂吗 民进党说他是为了健康 他不搞政治 可是他在买疫苗的时候 因为BNT疫苗是大陆代理的 他就阻挡 所以宁愿让台湾人没疫苗可打 他就是不要让大陆代理的疫苗进来 郭正亮在整个疫苗采购的过程当中 都是严厉的监督民进党 结果民进党的表现让他非常失望 他后来说就是这件事 让他觉得是该跟民进党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在一般评论这件事情的舆论当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说 这种肮脏堕落的民进党 这种劣币驱逐良弊的民进党离开也好 而且现在的民进党在蔡英文带领底下 已经成了个一言堂了 里面基本上小英的声音就是所有的声音 连那个赖清德都不敢讲什么 跟蔡英文不一样的话 那你还想要做民进党的清流 做民进党的良心 你容得下你吗 所以郭正亮在民进党里也没有空间了 郭正亮离开之后 一定会更多的监督民进党 而且他本来可能因为他有民进党党员的身份 有些话题他还是与人为善 有点保留的 可是现在你既然民进党对他不仁 他当然为了民众的公益出来做一些评论 我相信绝对他的火力 绝对他监督的力道 不会比过去少 这些年来 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 基本上已经把民进党带向一个 完全不务实 逢中必反这样的党了 民进党自认为 他们好像只要打出芒果干 只要打出反中权力就在我手上 权力越大就是腐化越快 所以你看到蔡英文周边 有关系就是没关系 然后一人得到鸡犬就升天 你看蔡英文在五月二十号 他就职七周年的时候 演讲里面怎么说 这七年我们重新定义了台湾 真好笑 这七年你重新定义 你不是说你是维持现状吗 两岸为什么从马英九当时的状况 会进入蔡英文执政的状况 不就是因为你改变了现状吗 你推翻了 你否定了九二共识吗 大家会记得这七年 你大小姐是怎么搞乱了台湾 搞坏了台湾 台湾乱象平传 台湾什么都缺 他说他心里最软的是劳工 他说他最支持的是年轻人 劳工问题解决了吗 青年的失业 青年的低薪 青年的高房价解决了吗 而且两岸搞到兵凶战危 所以这七年 你所谓重新定义了台湾 其实就是改变了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 让台湾变成现在这个 大家不希望看见的样子 其实过去民进党已经有很多人 像吴子嘉 像郑宝钦 像朱高正 像沈富雄 像游盈龙 一个一个不是被开除 就是自己离开了 最近还有人说 连高嘉瑜 大概日子也不远了 高嘉瑜怎么说呢 我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前辈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他心里不声唏嘘 你这话最好少讲 你还出来讲这种有良心的话呢 那下一个就要轮到你了 我们只能说 民进党不断的民主退步 让人感到非常的可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